詠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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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去看星星好不好 場景的部分 我們都是盡量在選擇就是說 繪本會出現的一個真實場景 我的繪本事實上只要畫出來 所以我可以天馬星空 然後看到那山裡的小木屋 我就覺得實在是太辛苦了 事實上只要在一個路邊就可以了 為什麼一定要搬到山凹裡面 金美老師畫的森林就是這樣的一個森林 他畫的小木屋就是這樣的一個小木屋 它已經存在在那裡了 你怎麼去超越它還是你怎麼去顛覆它 但是你還是要做出一個屬於 你電影本身該要有一個味道 那樣子軟的沼澤的地方 搭起一個小木屋 然後是可以讓人家住的 是可以讓人家在裡面生活的 是一個非常非常瘋狂的事情 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我就覺得很震撼 我真的是看到就是每一個角落 都有它的故事 你看 我看 你真是蠻有趣的 你是不是想說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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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沒有什麼 音樂 音樂 我覺得就一間的小屋給我一種 回到很小的時候 住在外婆家的感覺 這個地方就開始火起來了 就它跟那個森林就 一起生長了起來 當我們在看到那個木屋的時候 好像我們人自己本身 就走進了一個童話故事裡面 那種感覺一樣 這兩個小朋友 他們是要走三路 所以在觀看上面 還是在拍攝上面 其實都相當的辛苦 在山裡冒險 所以感覺就要跟時間賽跑 一驚起霧了 就要等霧散掉 有時候還會一直下雨 我們也還是盡量用一個很穩 很大氣的一個方式去拍攝它 所以我們經常需要在很不可能 架軌道的地方架軌道 很不可能把大手臂 搬進去的地方把它搬到上面去 我覺得那個美麗 是超乎很多想像的 做完了之後真的有很有成就感 就是因為在一個不可能的地方 完成這樣的一部電影 同時又很努力地去保有它原來的精神 更符合一個 繪本想像空間的擴大 然後觀眾在看的時候 會有更多的趣味 你覺得 兩個人之間的愛 會消失嗎 小美 確保你先回房間 小美 你先回房間 爸爸媽媽 確定要離婚了 好 班上轉來一個星星同學 我叫周宇傑 星星沒有 我們一起去看星星好嗎 真的嗎 走了啦 這段時間 我真的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小姐 再陪我一下好不好 你以為小美這樣就會快樂嗎 周瑞 周瑞姐 你還記得嗎 那年夏天啊 最燦爛 最寂寞的星空 最寂寞的星空 最後只剩下星空 想不變回憶 雖然 一切都會過去 但是 在放手之前 想要抓多緊 就抓多緊 不停 坐這幾個月 我會不會 你不要緊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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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